Yo 欢迎来顿走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双AJ39的实战测评 在测评开始之前 还是要提醒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新观众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 这样你就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老观众也可以先点赞收藏支持一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观和上角效果 该说不说这个配色 跟我这双和CaryU联名的米兰主题 篮球袜白黑一款还真的挺搭的 顺便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觉得这双鞋上角颜值如何 0到10分可以先在屏幕里走一波 在实战部分还是先来看它的脚型适配 这双鞋的鞋卷感受整体是偏宽的 包括中段和前掌都比较宽 尤其是这个前掌 所以脚宽的这双鞋完全可以穿 同时它的前掌属于一个正常旋型 并没有抹外斑的问题 所以在吃马选择上 我觉得大部分人包括脚型中等到偏宽的 都按平时正常马选就可以 我平时Nike Jordan都是穿44.5 约4.5这双鞋也是一样 不过因为它的前掌比较宽 前面的内长余量也比较充足 所以如果你的脚在前掌特别的瘦 特别的窄 同时大脚趾又比较短的话 这双鞋其实也可以考虑长制选小半 而我在穿上正常使马之后 这双鞋上脚给我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的整个鞋面 无论是真皮还是织物的部分都比较软 都非常容易贴合脚型 不需要任何的摸起 并且脚周围其实也没有什么多余空间 因为它的内颤还是比较厚实的 包括在两侧它是有内靴的 材质是太空棉 不过相对来说 这双鞋的贴合感是远大于它的包裹感 正常挤紧鞋带就是没有什么加压的力度 感觉就是轻轻的给你贴住 包裹的质感也有一点松散 不是那么扎实 所以高级感有所欠缺 而在中段 这双鞋的适配性做的就非常非常好 脚背的开口和鞋舌的调整幅度都很大 所以高脚背也可以穿 然后鞋舌的造型很立体 可以很好的包裹住脚踝前面 它的材质是个软橡胶的 所以一点都不生硬 没有任何个个脚的感觉 包括再往下 它跟脚背的位置有一个转折 所以就算勒紧鞋带 这里也不会鼓起来 然后内外侧足弓的处理 这双鞋更是标杆级的 它的TPU看起来是一个下凹的造型 但事实上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明显的内收 还有倾斜的上翻 它就形成了一个向内的隆起 配合鞋带的上翻定位 在中组也形成了内高外低 同时足弓支撑的力度幅度 这次也拿捏的刚刚好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AJ正代 足弓支撑做的有点过强 静态下都有明显的顶的感觉 而它就是在你不发力的时候 就是乖乖的给你贴住 不会刷存在感 但当你足弓下线 需要一定承托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一个非常舒服的支撑 然后在外侧足弓 它也并没有任何内收的结构 也是可以很自然的贴在外侧足弓上 并没有任何个货的顶的感觉 包括TPU下面 也留足了中底的形变空间 可以让外足弓非常自然的下放 所以无论是在动态还是静态下 内外足弓的感受都是非常非常的平衡 最后是领口周围 对于脚踝跟肩跟骨的贴合度也都很好 它的填充也用了质量非常好的 曼桂弹记忆海绵 但内藏的人造格材质 在穿鞋的时候会跟袜子产生比较大的摩擦 容易刮一下后背部分 所以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下面来到跑动表现 首先要说的是 这双鞋的中底外底结构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过渡感真的是绝了特别的顺 我可以很明确的说 它的过渡感 是我今年穿过所有蓝球鞋里面最好的 没有之一 而且没有任何的定语 甚至比之前测评过的GT HATO3 过度都要顺 因为它是完全无死角的 它的外底触地面是非常窄的 同时边缘非常的圆润 从正面还有后面看 几乎就是成一个倒梯形的感觉 上宽下窄 并且在外侧边缘 并没有什么突兀的防侧翻角的设计 再加上它所有前后掌的弧度 翘度都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合理 所以就能让它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过渡 无论是任何两点之间都特别的顺 包括我在用很大的角度去等地 单纯用纯内侧或者外侧过渡的时候 然后再来单独看一下后跟 它也是一个近似球形的感觉 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的中底外框和外底是一体的 同一片橡胶 而在周围的部分 它比较硬比较厚 但是在鞋底用手按下明显感觉非常的软 所以触地面就非常的柔和 并且它的后跟是带有一点点的外侧高 内侧低的不对称设计 所以不同跑动状态下 就是后跟哪里触地哪里形面 不会拉扯到对侧 同时两侧的橡胶上翻 也给足了横向的支撑 跑动中后跟相对下支立线 不会有任何的偏移 然后在中底配置上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全掌的zoom x加上下层的全掌zoom air 二者都是比较软弹 比较容易形变的材质 所以这双鞋就给它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配置 就是一层比较传统的偏硬质的中底部 同时鞋垫也有一定的刚性 它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挥收材料做的 这些就保证了中底材料可以整体的去受力 不用担心 单点直接被扎下去 另外相对整个的中底面积而言 它的zoom其实是比较短比较窄的 所以你只有踩在中间部分的时候 才能明显感受到zoom的脚感 同时它的位置是有一点点往外凸的 这也让它形成了整体偏球形的感觉 而这样的搭配也必然会导致 它的中底厚度不会太薄 前掌也是超过了两厘米的 但我实际穿起来 它的实际体感中心 却要比这个数字低很多 非常的贴地 但这个贴地并不是在中间部分 而是在边缘的区域 因为它周围都是弧形的上包 外底触地面比较窄 所以你在用边缘过渡 或者去蹬地的时候 你实际脚下踩到的地方是非常薄的 所以这也就让这双鞋的场地感 还有反应性其实还不错 但这个体验肯定是针对偏进阶型选手的 需要有相对比较大的动作幅度 才能感觉得到 也就是说当你比较直 比较正的去发力的时候 它的反应性 场地感还有重心就不是那么的好 会觉得中底形变幅度比较大 回弹会有一点点肉 但实际上只要你动作幅度拉起来 就会发现它实际先触地 还有最后离地的部分 全都没有起点 再补充下前后落差 它实际的数据应该是在6-7毫米中间 但实际体感更偏向于6毫米左右的低落差 这也是因为它用了一个比较圆的短屁股造型 这样会降低体感的前后落差 然后要说我在跑动中最喜欢的部分 还是它的外侧过度 这个部分再加上外底刚才说的结构造型 真的是可以在突破时内侧部这一下 给到极大的加成效果 中心可以压非常低 动作幅度也可以做的非常大 再到前掌的登地回弹 它的自然弯折点也没有任何问题 它在中段虽然没有中足的抗扭片 但两侧的TPU都是立起来的结构 可以增加前后方向上的抗弯折 所以它才能把弯折点控制的这么准确 所以从前来看这双AJ39的跑动表现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来到横移表现 在这一块这双鞋的优缺点就非常非常突出了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球鞋的外底 这个配色采用了一个半透明水晶底 搭配全掌比较稀疏的人字纹 在条件相对比较好的木地板上 它的抓地力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也很好听 可以说整体表现也发挥出了 这种大人字纹应该有的水平 但水晶底这种材质 对于场地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差的 如果场地灰比较多或者比较超湿 它的抓地力肯定会有明显的下降 同时由于我路比较稀疏 也导致它的耐磨性非常差 我这双也只在木地板打过 可以看到边缘受力比较多的地方 起毛起皮 甚至有一点掉纹路的现象 还真的挺严重的 所以它真的只能在条件比较好的木地板穿 甚至在平整的塑料地上 它的消耗都会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在变相登地感受上 这双鞋鞋底和鞋面的感受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隔离 首先中底外底部分非常非常好 前掌的内侧有弧形的内受加橡胶的上翻 同时脚的位置非常的靠内 中底刚才说了 是一个偏倒梯形的感觉 上宽下窄 所以在内侧结构非常圆润 触感非常的丝滑自然 同时在触地这一片 实际踩到的地方 重心可以压得很低 这里只有zoom x没有zoom air 这样就不会在登地瞬间产生过大的形变 实际在中底外底层面反应性非常的快 而在中底往上它的问题真的就很大 简单讲就是锁不住脚 脚在鞋里会有明显的横向滑动 而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来自于 它比较宽的鞋楦 还有相对比较软的鞋面材质 真正的问题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鞋带系统的设计 还有一个就是鞋垫 而鞋垫的问题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它的上表面防滑非常的差 同时材质又是那种回收的 并没有什么万回弹效果 所以指指关节在发力时就踩不实 不能踩进坑里 同时就算我穿含面量比较高的袜子 它鞋带上的衬布依然不能帮我 建立足够的摩擦力 所以最最关键的阻底侧 它就锁不住 而且我自己侧向登地 是很注意往地面去发力的 如果你是发力主要横着去踩的 这个感受会更明显 然后第二个就要说说这个鞋带系统了 它没有任何动态的绑定结构 就是普通的穿孔 同时所有的穿孔 相对鞋带的粗细来说都太大了 做这种圆环孔 真的都不如直接在皮质上打孔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又大又滑 鞋面只要稍稍一受力 鞋带就会在鞋带孔产生串动 而且它的鞋带孔排布还比较稀疏 每个孔之间的连通性太强了 中段的受力 甚至都可以拉扯到最前面的鞋带孔 所以不管你刚上场 把鞋带系的多紧 只要稍微穿一会儿它都会变松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这次光用传统技能肯定是不够用了 必须得用上传统技能2.0 蒋真真的很少有一双鞋 需要我用到这么高阶的技能 简单来讲 就是除了最上面鞋带孔穿两次之外 在第一对鞋带孔 我也给它穿了两次 这样至少在最前面 它不会产生滑动 但事实上这也有点不够用 按理说我应该把第二对孔也穿两次 但这个鞋带实在是不够长了 这个方法亲测有效 已经有了这双鞋的一定要去试试 之前我也有过一些其他的成功案例 比如说库里巴 KD11 还有衰减之后的HD2017 Clining 而我自己也已经对这种穿法 进行了对比实验 左脚只用传统一能1.0 右脚用2.0 实战中很明显 右脚的前掌锁定要比左脚强 但解决了鞋带部分 足底打滑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它还是会有一点横向的滑动 所以有条件的 我也非常建议把鞋带给换掉 而除了前掌横向滑动的问题 它整个侧向支撑的极限还是挺高的 并不会让你感觉整个的鞋脚分离 另外它在整体锁定上 确实做的挺不错的 它在开口两边都有皮质的加固 在前掌是可以看得到的 在中后段它是藏在内层 所以两侧也不太容易出现串动 但是最上面还是再次强调 一定要鞋带孔穿两次 不然最上面这鞋带也会越穿越松 造成不跟脚 还有两侧后边打滑的问题 然后在抗扭转上 虽然它在中足没有抗扭片 但是两侧都是立体的橡胶 以及TPU的加固结构 所以在整体上 它的抗扭转还是挺强的 但毕竟这些结构都比较软 所以你要真的用力去摆 它还是可以扭成马画 不过这种幅度在实战当中 你是用不到的 它在正常实战动作的幅度之内 刚性做的都不错 包括整个外侧 对于外侧足弓刚性结构的匹配 不过从总体的横移表现来看 这双鞋前掌的锁定 确实是相当的失败 它的这种滑动 就让我的脚趾在前掌里面 不得不非常用力的去抓 这样就造成了一些 额外的足以的负担 尤其是在变相之后 先接突破 会感觉我的脚趾是在主动的 从已经滑出去的位置 再爬回到中间 再继续下一步的蹬地动作 长此以往确实就比较累 下面来到弹跳表现 在极限弹跳上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棒 延续了AJ正代一贯的传统 是一双非常非常适合练扣篮的鞋 而且在这块上 它比AJ38要好很多很多 整体的感受其实有点类似AJ36 但是在中间 它缺了一块板子 影响还是不小的 咱们先说好的地方 首先就是这个后跟 在制动时候的触感 简直是太完美了 我觉得这个后跟整体的感受 甚至比GT Cup 3还要好 可以说是我今天穿过最喜欢的后跟 你一脚砸下去 它的触感非常的柔和 可以让你非常轻松丝滑的向前过渡 然后在中间它还是全屏贴地 前场的翘度也很自然 整个中底我也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所有的配置都在主动配合我的过渡 还有起跳登地的动作 并且在登地时候 这个脚感的回弹特别明显 所以穿这双鞋扣篮 脚底下就是非常的顺 不过比较遗憾的地方是 它最大极限弹跳的效果 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原因就是因为它中间 缺了一块非常核心的猪腿板 所以它的力传导是偏软发虚的 但是这个体验是非常细节的 很多人可能都感觉不到这个区别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弹跳技术基础的 而我自己前段时间也很不巧 打个球把膝盖给割了一下 受了点小伤 所以穿它扣篮的时候 并没有达到100%的状态 但这双鞋确实也帮我很高质量的 完成了一些扣篮动作 不过我穿它挑战抛球风车扣 这次还是失败了 虽然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练到后面膝盖有点不舒服 也就没有再扣了 过段时间等休息好了 我觉得可以再挑战一下 而相比极限弹跳 这双鞋前掌投篮的感受 我觉得就差点意思 它还是有点偏软 同时肢指关节的位置非常的靠内侧 外底还是偏球形的感觉 整个中底踩制也是比较软的 所以内侧肢指关节一发力 还是会有一点点轻微外翻的趋势 踩起来就不是特别的稳 但是回弹肯定是强的 也是非常适合急停跳投的动作 就是前掌起跳的稳定性不是特别好 下面再来到落地缓冲 这双鞋的缓震脚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你要说极限 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高 毕竟全掌的超级界中底 还有ZUMAIR起点 都是非常容易下线的 单点受力比较多的话 都会被踩扁 尤其是我穿这双鞋 双脚起跳扣篮之前的后跟制动那一下 会有一种几乎要给它踩穿的感觉 但是还没有穿 差那么一点 当然如果你的脚掌比较宽 后跟比较粗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另外对于大体重 或者膝盖不好的人来说 它的缓震也是非常冲突 非常舒服的 这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硬质中底部的功能 最后是防侧翻保护性 这也是我发现挺突然在诟病的点 但我实际体验下来 这双鞋的安全性安全感 其实都挺好的 尤其是这个安全感 因为它的适配性非常好 穿起来感觉非常的可控 同时我也非常喜欢这种 在静态下 没有一个明确会翻过去角度的鞋 这样在任何的角度下 你都是可以很清楚的主动 去控制外侧肌肉去发力 来稳住脚的状态 同时它在前掌的外侧 垂直方向上的刚性是没问题的 而且在边缘这里没有气垫 弧形的结构 也可以让它实际受力使 脚下踩的位置重心很低 所以它并没有看起来的 那么的不安全 不过这确实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 或者力量基础的 有救伤的 力量差的 或者技术动作不规范的 还是要慎选 另外如果你特别依赖那种 平整的外底 加上硬质的防侧翻角外扩 这双鞋肯定你也不会喜欢 我们来乘客体重 44.5码 右脚单只 435克 左脚431克 这个重量放在现在 也不能算很轻吧 但是它实战中的实际体感 确实是挺轻的 然后在透气性这个环节 这双鞋就比较在那了 整鞋没有任何像样通透的透气结构 所以夏天实战还是非常热的 再来到耐久度 首先外底刚才讲了 耐久度肯定是不行的 只能打目的板 然后中底超连接加全掌zoom 就不用担心了 至于鞋面 皮质部分耐久度也不错 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的刮痕破损 但是两侧的鞋面 我觉得长期来看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的内层 尤其在两侧足弓 没有任何额外的动态不强 所以就像我这双 两侧鞋面已经有一点 往外侧去鼓起来的趋势了 然后在性价比上 目前市场价在1000出头 从性能上看 我觉得还可以 但从身份地位来说 这可是一双AJ的正代 但是这双AJ39呢 结构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做工用料 某种程度上讲 甚至可以说是简陋 甚至相比前几代 它的工艺还要更简单 成本还要更低 很多细节上 也让这双鞋显得腥味不足 所以它已经不是一双 高高在上的AJ正代 而是一双普通的Jordan实战鞋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1000多的价格还是偏贵 6-800是我觉得抛去滤镜 回归一双纯实战鞋 我能接受的价格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双AJ39 首先在优点方面 它这套中底外底的结构 还有配置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尤其是跑动表现 顶级 过度非常的丝滑自然 然后在弹跳方面 它依然是非常的好跳 扣篮特别舒服 同时中底的缓震回弹非常好 然后重点说一下缺点 最严重的就是千掌锁定很差 用上我的升级版传统硬能2.0 也只是可以把它拉回到一个 可以接受的水平 袜子和鞋垫打滑的问题 它依然解决不了 反过来如果纯原装状态 至少对我来说 它的包裹锁定就是在那的 没法穿 然后下一个问题 不能说是缺点吧 更多应该算是个遗憾 就是它在中组里面 没有任何的内置立传导装置 我觉得作为AJ正代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因为在中底结构 还有立传导配置上做文章 已经是多少年来AJ正代的传统了 大家可以一起回想一下 上一双在中底部分 没有任何支撑或者立传导结构的AJ正代 是哪一双 当你找到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惊讶 而回到这双鞋 虽然它的运动表现已经非常强了 但是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应该 因为这是一个影响球鞋上限的东西 那Jordan品牌的slogan是什么 那可是为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 打造的鞋 所以在运动表现上 是要追求极致的 你明明能做却不做 那就是不应该 这也就让这双鞋 离本应成为的顶级弹跳鞋 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另外从这个细节延伸出来的 我觉得这双鞋最大的缺点 就是腥味不足 没有以前AJ正代 高高在上的那种气质 这个气质并不是来自Jordan的名头 而是你这么多年用产品 做工用料 包括心意科技配置 逐渐积累出来的 这个金字招牌 我觉得到这一代有点砸掉了 这就是一双纯实战鞋 你在它身上能看到 一丝丝球鞋唇丸的味道吗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从这一块看 我觉得AJ38都比它强 而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这样的一双AJ正代 很有可能就是个开始 来年再看一下AJ40吧 这么重要的年份 估计还是会好好做吧 如果还不好好做 真的以后球鞋春晚 就只能看维得知道还有干嘛了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适用人群吧 这双鞋我觉得还是非常全能的 适合追求运动表现的 任何位置和打法 不过在适合的技术水平上 它还是有下一个门槛的 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或者力量爆发做基础 因为它结构和配置的优势 只有当你把动作 拉到一定幅度的时候 才能感受得到 没有那么多极致需求的船 可能觉得它非常普通 摇摇晃晃的 甚至有点没有安全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AJ39实战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所帮助 就别忘了关注 点赞 收藏 支持一波 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留言讨论 实战过得一期记得 分享下你自己的实战感受 视频的最后 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第四季登踪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